第八十七集 军医着马 杀不略可汗大军一退 早已经感受到随军巨大压力的 阿波可汗立马率军后撤 而此时突厥其他三路大军 有的与随军打的是天昏地暗 相互对峙 有的则趁随军立足未稳 一路势如破竹 攻略随西北要津 可正当起烧杀强掠的兴起的时候 却传出了沙不略和阿波 已经分别撤军的消息 所以突厥其余各路兵马 即使打得顺手的 也都见好就收 纷纷朝后撤去 此次突厥来势汹汹的四十万大军 就这样很快地又消失于长城以内了 而就在北边杀得不可开交 此消彼掌之际 掌孙盛怀揣大随皇帝的诏书 带着丰厚的礼品 经黄龙道 正行进在去 突历克汗楚罗侯的路途之上 楚罗侯是沙不略克汗一母所生的弟弟 其为人低调 比较关心部落下民的疾苦 在部落内很是得人心 却反而受到哥哥涉徒的记恨 掌孙盛从京师启程不久 即从驿站听到兔鹊来犯的消息 一路上他还担心 不知道仗要打多久 此次出使 不知道能否见到楚罗侯本人 这下可好了 他还没有到楚罗侯的辖地 却又听到战事已经告一结束 此可是一个见风插针的好机会 掌孙盛一出长城 便在当地改租了几只骆驼 装载礼物 牵骆驼的是故庆的当地人 他们一路为使者引路 加快了行程 掌孙盛原本就是鲜卑族裔 由他挑选的隋元侍卫 也都是本族人 所以大家稍微一改换装束 也就与在西北游牧的西人 别无二致了 楚罗侯此次出征打了个胜仗 带回了许多劫掠的战利品 而与煞鱼而归的兄长社徒 恰巧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以啊 他还是格外的小心 低声下气 怕惹兄长生气 他回崖障没几日 掌孙盛一行也到了 身为突立可汗的他 打量着这位声称要见自己的 西族牧民 眼中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掌孙盛摘下了帽子 笑着说 与君一别 前后没过三年 可汗 难道就不认识咱了 哎呀 是掌孙奖进啊 还真是没想到啊 楚罗侯喜出望外 连配不是 失敬失敬 二人誓久别 相聚盛欢 未显大随之慷慨 掌孙盛这次带来的是 上好的 绫罗 茶叶 和可赫敦喜爱的金银书 宫愁交错之间 楚罗侯望着掌孙盛 急一杆随缘 深表歉意地说 实在抱歉 欲虽为敌 却非三的本意啊 这个可汗就不要解释了 咱还不清楚吗 掌孙盛笑着说 咱这次是来会老友的 而并非追焦 谁应该负 挑起战事的责任 其实呀 战争没有开打 咱就启程了 快到长城的时候 才知道前面发生了战事 咱是一边躲避 一边赶路 还在想呢 这场战事 不知道要打到何日 方能休职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 你可汗本人呢 来 为上天给咱安排了聚会 干杯 宾主站起来 群情高涨 一饮而尽 楚罗侯的心结解开之后 长孙盛关切地道 一路之上 咱最不放心的 仍然是可汗你的境遇 不知道咱离去之后 你过得是否好些了 唉 别提了 别提了 吐了后喝了一口闷酒 摇头素说道 阿哥对咱的猜疑啊 比赛你在的时候 更严重了 楚楚受气 彻周不说 他还派人 对咱加以监视 年初警卫一点小事 差点没被他整死 唉 咱就担心这个呢 所以啊 此次前来看你 慎之又慎 为了不引人注意 咱都改换了着装 就怕杀不略可汗 知道咱来看你 没去看他 他又要对你起疑心了 哎呀 起疑是肯定的 不疑才叫怪 楚罗吼道 你对咱兄摸得真厚啊 他就是那么个人 接着 张孙圣向楚罗吼 宣读了大随皇上 向他示好的诏书 介绍了大随立国的 宏图伟劣 以及当今 文帝博大的胸怀 并告诉他 自己是大随皇上 贴身的侍卫官 车骑将军 日后 如果遇到困难 或者是时运不济的时候 可以随时前来 向大随禀告 定会得到大随 亲力保护和支持 楚罗吼听吧 感激涕零 他正不知道 如何对付 来自阿哥的强力压制 因而更把张孙圣 视为好兄弟 鉴于杀不略可汗的猜忌 张孙圣不敢久留 两日之后 他的一行人 便告辞了突立可汗 横穿草原 向西而行 这时候 张孙圣的心里 还挂着两件事 一是 他惦记着远在西北敦煌 冲数族的十万岁 这位万岁爷 从上大将军 突然降为军中最小的 数边族子 此坎儿吓得太急太陡 他担心脾气暴躁的朋友 一时转不过弯来 会吃眼前亏 二是 那边有实力更弱 更受杀不略可汗 歧视的阿波克汗 他想 若能首先从 势力最弱的阿波克汗处 打开突破口 那么 整个突厥的瓦解 便指日可待了 然而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十万岁 眼下的处境 并没有长孙圣想得那么糟糕 他在边塞并营女郎中 着马地治疗和调养之下 伤情和身体 迅速地恢复 这一日 身体健好的十万岁 找到了魔头 他说 咱的伤口恢复得差不离了 可以充当士族 去树边了 这魔头 扫了十万岁一眼 剑被自己打肿的半边脸 虽然已经平复 但是青紫之色 却未完全消退 于是他说 咱听着马说 你嘴里的伤 不是一日两日就好得了的 还有身子也很虚 要慢慢调理 这样吧 啄马老说 他那里人手不够 你就帮他去中药 怎么样 第二天早晨 啄马巡礼 来给十万岁送早膳 一罐肉汤 几个波波 罐里成块的牛羊肉 已经熬成了糊状 再把波波撕碎了丢进去 更成了愁糊糊 用不着咀嚼 就可以往肚里吞 十万岁没做任何事 食量可是不减 一罐这样的食物 每天早晚两次 都是一扫而空 啄马给十万岁 咬了一大碗的愁糊糊 冷不丁地说 你咋个 又在魔头面前充能了 没有啊 十万岁吓了一大跳 以为大货又要临头了 他把碗往鸡上一放 他说 咱只是很小心地向他报告 咱的伤已经好了 可以去做数足了 你还不是在说谎逞能吗 你的伤这就算好了 还扫着呢 琢磨生气地倒 你仅仅只是脸上的肿消了 塞帮子里的伤口 也只是表面愈合 烧不住一弄翻了 里外都会再肿起来 到时候啊 口里的牙就会掉光 见识 可没人再伺候你了 看你今后用什么吃肉嚼饭 那咱就一辈子 喝着肉糊糊算了 你想得倒霉 啄马也笑了 你打算啥时候 跟咱去中药啊 十万岁叹了口气 没回话 他双手捧起了碗 埋头喝起了肉糊糊 其实 他从早上睁眼起 就开始盼着 啄马的到来 日头偏息之后 心里又坠坠不安地 用耳朵 细辨他的脚步声 这其中 除了肚子确实饿了以外 他还特别盼望 听他说的一口 极不标准的汉话 看他那文静优雅的举止 也正是因为如此 十万岁才警觉到 自己已戴罪之身 可绝对玩不起 儿女情长的事 于是 他才向魔头主动提出 要去履行数族之责 可是魔头并没有 领会自己的本意 反而进一步把自己 推到了啄马的身边 咋的 你不想帮咱去中药啊 啄马不解地望着十万岁 不不不 十万岁这条 五大三搜的状号啊 望着啄马一双 清亮的大眼睛 心里是极为慌乱 不过 咱可没有中过药呢 这咱知道 啄马说 你原先不是上大将军吗 在家里 也没有试弄过花呀草呀的 没有 十万岁坦白说 小时候咱只做过两件事 读书和练功 长大后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打仗 啄马一听 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说 不过 那也没什么呀 重要比指挥打仗容易多了 地里的药材 只要勤将水就成 那行 咱这就同你一起去吧 十万岁把喝光的空碗 往机上一放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 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啄马的药谱 溅在一片荒滩之上 有的药材怕阳光直晒 就种在一大片葡萄架下 此刻 架上的葡萄尚未成熟 像极了一串串 晶莹剔透的绿玉雕 架下种着好几种 绿阴阴的药材 另外 更有许多喜好阳光的 各种药材 一起齐 望不到尽头 都朝天开着不同色彩的 极绚丽的花朵 哎哟 这药草开的花 还真好看呢 十万岁由衷地赞叹道 你一个人种了 这么一大片的药 还要给人看病 确实忙不过来 原先因为老伯 在这里帮咱种药 他属兵四十年 连老家都记不清楚 是哪里了 不久前他死了 哎 他给咱种了这么多药 到头来 药却未能救他一条命 十万岁故意道 那还种药干啥呀 话不能这么讲吗 此地上上下下的官兵 谁能保证自己 不生病不受伤 尤其是兵营 发起瘟疫来 一病一大片 真吓人 不过 在咱家乡 除了种少数几味药外 是没有人这样成片成片中药的 那为啥呀 咱家乡 地广人稀 各种药材 满山遍野皆是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哦 十万岁 自从遇到了卓马 就生了一个医团 始终未解 他于是问道 你叫卓马 应该是藏人吧 可是一个弱女子 是怎么到这么遥远的兵营中来行医的呢 不提他了 干活吧 卓马的脸色 疏得阴沉下来 刚刚历秋 敦煌的阳光仍很炽热 白昼暴热 而从七连山流下的雪水 亦如夏季仍很丰沛 一架由风力带动的轮盘水车 把河水提拉到药谱的沟渠之中 因为是沙土 渠笼的药地被水一浸 一塌 而且沟渠中的水渗透烈海 十万岁 一方面要随时疏通渠道 让水通过 另一方面 则要快速地把水浇到药谱的耕苗之上 一棋地 估计有一里路那么长 十万岁浇一棋 卓马浇另一棋 过了不一会儿 十万岁就落在了后面 待再过一会儿 两个人的距离越拉越远 十万岁在太阳的照射下 早已经是汗流如注了 这位立拔山西气概式的大将军 心里想 这女子身材看似瘦小 却是不柔弱呢 当日头快爬至头顶 十万岁已经腰酸背疼 大喊淋漓 她抬起头来 开了一把汗 不经意间朝远处一看 这间卓马侧身躺倒在了沟壑之中 她的心咯噔了一下 想 出什么事了 她把手中浇水的瓢一丢 拔腿就往卓马那边跑 卓马 你咋了 十万岁气喘吁吁地跑至卓马进前 大声地道 我被毒蛇咬了 请开把咱抱到摊地上去再施救 卓马只是皱了一下眉头 神色并不慌乱 十万岁把湿漉漉的卓马抱起 见她已经用裤带将左膝下的腿肚缠扎起来 以防毒液朝上蔓延 开始 十万岁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在沟壑中走 接着 她一步登上了骑笼 把卓马种的药槽踩得东倒西歪 一路小跑地来到河边贪图 把卓马放下 用力地撕开起左腿的裤管 这件被蛇咬的伤口并不大 流血也并不多 但是伤口已经轻子 并且肿得老高 这种事对于十万岁来说 倒是司空见惯 因为士族在行军打仗当中 被毒舌咬伤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当下首要的就是放血排毒 她拔出了随身的匕首 就在河边沙石上磨了磨 并将沾着肉末和义乌的锋刃 在水中用沙擦洗干净 才在卓马小腿的伤口处 笔划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划开了一道血口 当十万岁动刀的时候 身为郎中的卓马浑身 站立了一下 却哼都没有哼一声 紫黑的血顺着刀口往外躺出 但腿的肿胀不仅没有削 还一直蔓延到了脚背 十万岁急得俯身于地 抱住了卓马的小腿 用嘴去吸那毒血 不行 你也会中毒的 卓马急着大叫 把腿往后抽 这时节 还是十万岁的劲儿大 他紧紧地攥住了卓马的伤腿 吸一口吐一口 直至再也吸不出什么血水来 接着 他把卓马抱到河边 把他的伤腿 浸在了很凉的水流之中 用清澈的流水 为其清洗伤口 自己也忙里偷闲 吸一口河水吐掉 再吸一口 并顺势把自己的 污脸和胡须 也清洗干净了 之后 十万岁仍然把卓马 放到沙滩之上 喘了一口气 他说 咱送你回家吧 那家在哪里啊 咱还不知道呢 家里有蛇药吗 蛇药 这地里就有 右手边 王里鼠 第三龙 开小白花的就是 十万岁马上去那地里 采来了一大豹 他问 是这个吗 卓马点了点头 咋用啊 十万岁望着卓马道 把嫩尖和叶子摘下来 捣碎 附在伤口上 十万岁朝四周一看 遍地皆是鹅卵石 捣的东西倒是不缺 可是用什么来成那 捣碎的叶末和枝叶呢 他击中生指 先把采来的草药 在水中洗净 擦了一把嫩尖和叶 塞到了嘴里嚼了起来 捉马一剑 急了 连连地倒 使不得 使不得 可是十万岁哪里肯听啊 他把草药嚼烂 敷在了卓马的伤口之上 剑还不够 又掐了一把塞到嘴里 直到将肿腿敷满 放到河边去漱口 接着 转身对卓马说 再送你回家吧 不行 这么着 不等到家 敷上去的草药 全部都会掉光 卓马用手一指 不远处的一所 低矮的房舍 他说 屋里有布 先把伤处包裹好 我先把伤处包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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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icity BOY 小路 我先把伤处包裹置 委呈